What 撞到外線一輛小貨車 導致小貨車失控直接噴撞到外側護欄又彈到中線 物品殘骸四散 揚起焉塵 原本緊跟在後方的鄉行車也趕緊煞車減速 國道被佔用了兩線道 小貨車車斗和車體都分離 車上兩個人58歲增性駕駛和53歲的黃姓乘客都送往醫院 增性駕駛頭部左手都有撕裂傷在加護病房觀察 黃姓乘客則是手撕裂傷和腳擦傷住院觀察 透過國道影響看得更清楚 原警到現場暫時封閉中外線車道 清潔人員和吊車也抵達 把路間的車斗還有貨物清除 總共花了一個多小時 而警方追查 肇事的大貨車開車的是一名36歲的代姓駕駛 但怎麼會好端端開在中線 突然偏離車道 警方補充雙方駕駛都沒有酒駕 因為分心結果害人撞車 對方駕駛乘客雙雙掛菜 駕駛支持賠兔